老闆我要買iPhone 7 Plus 不好意思 現在都缺貨喔 要等喔 蛤 要買iPhone 7怎麼那麼難 你不會去網路上面找 哇 網路真的很多人在賣iPhone 7耶 可是會不會被騙啊 會 不要傻傻的 你是會願意在網路買售價嗎 會啦 會啦 網路售價的話一定會比 十一店面便宜很多 詐騙集團他會先利用在網路上 刊登三位低價的價格 然後吸引被害人加入Line之後 對啊 每個都說加Line再聊 傳的手機照片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還賣得比市價便宜耶 為了取信被害人 他甚至會把自己的證件貼在網路上 讓對方相信說他真的是要賣手機 詐騙一定會啊 所以一定是純面膠 如果不面膠的話就不能談 詐騙集團他就會說 呃 人不方便或是出入遠門 或是說人在相對比較偏僻的地方 造成被害人一定要先匯款 才能取得到手機 一旦被害人匯款之後 對方就人間蒸發了 就再也聯絡不上了 現在太多網路上都是賣假的 從9月16到 統計到今天的話 總共目前總共60個人被害 然後財損金額大約約92萬 他們有點太容易貪小便宜了 所以不要太衝動 想買新手機請到有保障的交易平台 要是有任何疑問 請撥打165房詐騙專線 找警察輩輩幫忙 突發中心陳建偉 林靜寧台北採訪報導